副县长吴丽雪和主机处长郭丁参佩戴齐全 就是要提醒民众普查员在访查时 会确实做到不泄露场上资料 不询问于普查表无关资料 不会要账户存折 普查员会佩戴证件 以及递送受查函的三不二会原则 请民众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把这个资料泄露出去 那成为一个碎尖击查的重点 因为那是两件事情 所以那您的资料如果越详实 我想越能够呈现我们屏东县的 一个真实的状况 那我们在整个经济规划的时候 比较糟糕 所以拜托我们相信 大家全力配合一下 近年来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民众防卫心强 县政府表示 为使受访的公司航号 放心的接受访问 也提供免付费电话 受访厂商若是有任何疑虑 都会有专人解答 08 00 00 7 5 8 9 转分机1217 还有我们县政府统计科 那个732 0 415 分机的话是6740 至6749 可以有专人来 来跟各位受访厂商详细说明 县府表示配合受访厂商时间 以不打扰为原则 普查工作也会利用晚间 或是假日进行 请受访厂商留意 每五年举办一次的 工业及服务业普查 对象为在县辖 从事工业及服务业制企业 或场所单位 只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以及设备 人员 均为普查对象 各项资料提供整体统计分析 请全力支持 提供完整详实的普查资讯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普查 跟调查的部分 其实主要的是要了解 我们整个台湾目前的一个经济活动的状况 那我们的一个产销的情况 包括我们的一些 在各县市的一些资源配置状况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 对于中央政府也好 或地方政府也好 在未来整个破坏 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划上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 一个依据在里面 这次全面访查的厂商 共有4万多家 动员近500人进行实地访查工作 从4月15号起至6月15号展开 县府预请受访公司航号合作 提供正确详实资料 以立政府作为离定政策参考 评论新闻 蔡理华为德伟采访报道 蔡理华为德伟采访